我说时代的 时代对八年后是不太公平的 八年后是出生在农耕文明 长大在农业文明 生活在工业文明 一进入社会开始活在互联网文明 剩了个孩子落在算法文明 他长大要面对信息文明 八年后横跨五大时代 从出生就在学习 就一直在横跨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在接受的教育 就是爹妈说 种好地盖好房 走遍天下都不愁 你刚把种地学会了 你发现自动化上来了 然后告诉你 你要会动手 你要有工业文明的意识 车洗爆膜 你要有技术工种 当你学会了一门技术 就发现互联网来了 什么百度的引擎 BBA开始全面上线 你又开始如何学习电脑 学习computer 从Windows97 一直跟到现在的Win10 Win11 当你开始把电脑 这个东西刚搞明白 你发现大家现在 基本都出门不带电脑了 开始带什么 手机 你刚开始把这个QQ空间 玩明白 出微信了 刚把微信的朋友圈 玩明白 开始编视频了 所以你看看 时代一直都没有放过八年后 我跟你讲 所以很多八年后说 一直在卷我们 就是对着我们这帮人卷 所以请八零后 一直保持在成长的路上 不然真的会一浪接一浪 把你拍在沙坛上 八零后是特别 不会爱自己的一代人 他是那种 挣了一万给别人 要花掉七八千 八九千的人 然后给自己 买最廉价的平提用品 他不像现在的年轻人 我挣一万 我不着急给你先花八千 我先给我花一万 我要是没花完 剩下的我考虑考虑给你花 七零后八零后 不是这样子的 七零后八零后 是先把周围的人都爱得很好 把自己放到最后一个 所以我们说 懂事的孩子是什么 是把周围的人照顾得很好 自己活得很累 不懂事的孩子是什么 是我管你们活得好不好 反正我先把我活好 他是让周围的人很痛苦 但自己很快乐 跟讲八零后的抗击打能力 超乎你想象 八零后老能扛了 你零零后心情不好 啪去了 九零后心情不好 啪去了 八零后你很少见跳的 八零后的抗击打能力太强了 你问现在的零零后 你说你进社会 别人踹一脚 你踹他两脚 他无所谓 为什么 从小被踹大的 习惯了 我跟你讲 八零后是停不下来的一代人 孩子刚生完 啪 政策来了 二胎 八零后就是踩着 这帮罚款线出来的 我跟你说 刚把第三胎弄出来 钱刚交完 开放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八零后的抗击打能力很强 真的所有的政策 都让你们赶上了 太厉害了 就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他们也没有什么竞争压力 反正也没有改革开放 大家都差不多 爹妈出生在农业文明 我也在农业文明 我们一块在农业文明 我走了还是农业文明 八零后不一样 爹妈在农业文明 把我们生下来在工业文明 我们的成长在互联网文明 生了个孩子在算法文明 未来马上要面对的是 信息文明 八零后一辈子都在成长 永无止境的学习 所以我说八零后能活到今天 全靠倔强 但是这个时代的最大受益者 我个人认为也是八零后 因为你的人生没白活 每天都是过三车 一浪又一浪 浪浪不一样